今天要來教你怎麼在長笛上吹出第一個土音 嗨,大家好,我是人間貓,歡迎來到那個貓佛路球頻道 不知道你們看了上一堂課之後有沒有順利吹出聲音來呢? 今天也要來講在長笛上很重要的一個技巧,土音 土音為什麼很重要呢?就跟我們講話呢? 如果沒有人用到舌頭,聽起來就會很含糊不清,對吧? 那吐舌呢?還有韻舌用得恰當就可以讓你的音樂聽起來有更多的變化也會更加清楚 好,在我們拿起你的吹頭管之前呢? 我們先來試看看我們的舌頭應該要吐在哪裡是比較合適的 你現在跟著我唸突突突 好,那你現在唸的時候感覺一下你的舌頭是點在哪一個位置呢? 我們再一次喔 突突突突 好,你有感覺到了嗎? 你點在哪一個位置上呢? 好,應該是會點在上排牙齒的後方偏 上下排牙齒的中間這個位置 假設這是上排牙齒 這是下排牙齒 那你就是會點在 舌頭會點在這個位置上 OK? 好,我們再唸一次喔 突突突突 好,那記得呢 你在點舌的時候呢 盡可能動作越小越好 使用到舌尖的部分 越減少它接觸的面積呢 你就可以越靈活 然後不要太大力 你太大力的話 你就會用到這個舌根的位置 它其實會讓整個舌頭變得非常的緊繃 所以盡可能的讓你的動作越小 接觸面積越少越好 好,我們再一次 突突突突 那感覺一下喔 你的舌頭是很放鬆的喔 那就輕輕的點一下 突突突突 OK,我們再一次喔 突突突突 好,那我們現在呢 拿掉我們念的聲音 我們只留下舌頭的動作 好,那我們現在再換一個方式來做練習 在我們第一個音的開頭呢 我們會做一個吐舌的動作 接下來你要持續的吐氣 好,所以它就會像這樣子 可以再一次喔 好,還習慣嗎? 好,如果OK的話 我們就要進行到我們下一個步驟了 我們要來把我們的吹頭管拿起來 好,我們看到我們第一手練習的曲目 這一行譜它是四四拍的 也就是代表呢 一個小節呢 有四拍 好,那全衣服呢 就是你在譜上看到像圈圈一樣的 這代表就是它有四拍的長度 那全修指幅呢 代表的呢 就是休息四拍 那你先觀察一下全修指幅的樣子是怎麼樣 它其實有點像黑禮帽 然後它的開口朝上 這樣放在放著 好,所以下次你看到這個符號 你就知道你應該要休息幾拍? 四拍喔 好,我先來示範一次 你要怎麼去催咒這一行譜 一、二、三、四 好,在催咒的時候呢 像我們剛剛還沒有拿著低頭的時候 我們在試的 就是在催咒的時候 一開始輕輕的點一個舌頭 然後氣繼續 所以它就是 好,接著呢 你們自己試看看呢 剛剛我催咒的第一手練習的曲目 好,四拍的預備拍喔 好,三、四呼吸 休息 二、三、呼吸 好,很好 好,接著我們看第二手練習的曲目 然後第二手呢 我們會在這裡學到一個新的音符 好,這個新的音符呢 它的名稱叫做二分音符 然後以及休止符是二分休止符 好,二分音符呢 代表就是呢 它的長度是兩拍 所以你會看到在譜上呢 第一個小節的地方 它總共有幾個二分音符呢 應該是兩個對吧 好,所以它就是兩個二分音符 然後再往第二個小節走 它是有一個二分音符 以及一個二分休止符 好,二分休止符 代表的就是它是休息兩拍 好,你可以觀察一下喔 二分休止符跟全休止符 長得有什麼不一樣呢 好,二分休止符呢 我都會說呢 它很像就是一個黑禮帽呢 直接就蓋在地上 沒有,它是開口朝下 直接蓋在地上 好,所以下次你看到的時候呢 希望你不會搞混全 休止符跟二分休止符喔 好,那我現在呢 來示範一下 這我們第二首練習的曲目呢 要怎麼去催咒它 好,我再催咒這個呢 這時候你可以先每一個二分音符都呼吸一次 好,我再催咒這個呢 然後記得呢 這裡總共連續是三個二分音符 你每一個音都要有一個吐舌喔 好,那現在就讓你們實際上來試試看喔 好,一樣 有節拍器 一樣四個預備拍就開始 三呼吸 休息 休息 呼吸 好,休息 好,很好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跟得上我們的腳步呢 如果你覺得還想再多練習 你可以再多練習幾次 然後我們再繼續接下去 好,那接下去下一首呢 是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呢 統整了剛剛講的兩種音符 以及兩種休止符 總共是四個季譜的符號 好,所以在練習的時候 務必要注意 什麼時候演奏 什麼時候休息 好,我先來示範一次 好,你們會不會很很可恤 OK α 你會不會太多了 我會不會太多了 你會不會太多了 OK 你會不會太多了 好,你會不會太多了 好,你會不會太多了 好,接下來讓你們自己實際試看看喔 好,一樣四拍,預備拍 二、三,呼吸 休息兩拍 兩拍 一樣兩拍 四拍 休息 呼吸 休息兩拍 接下來還有休息四拍喔 二、三、四 好,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看其實吹頭管還可以發出其他的聲音 當你把這個孔蓋住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不一樣音高的音出現 你可以先試看看 好,接下來我們把練習加上一部分 好,你看到譜上有個圈圈裡面打叉的就表示你要把長疊這個孔蓋住 好,所以看我們的演奏的普利呢 第一個小節是把這個長疊孔蓋住的 第二個小節是打開的 第三小節是整個小節休息 然後接著又是第四小節是把手蓋住 好,我示範一次喔 一、二、三、呼吸 好,一樣喔 不要忘記每一個音都要吐音喔 好,這是我們這一刻裡面很重要的部分喔 不要忘記 好,接下來讓你自己實際試看看喔 一樣四拍,預備拍 三、呼吸 蓋住 打開 呼吸 休息 三、呼吸 蓋住 好,想必你呢應該是越來越熟悉了 好,接著呢我們再多練習幾個 讓你可以更熟練這個步驟 好,接下來看下一個練習呢 它一樣是二分音符跟二分指符的練習 好,接下來第二首呢我實際示範一次 好,直接讓你們來試試看喔 一樣四拍,預備拍 二、三、呼吸 手開起來 手開起來 休息 很好 好,那接下來呢是我們最後一首綜合練習了 好,我們綜合今天呢 教到的所有的東西 好,先看我示範一次喔 記得要 我在吹的時候呢 你可以跟著看譜 好,去數拍子 好,四拍、月拍 一、二、三、五、吸 剛才用到最前哨 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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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著來教給你們試看看喔 一樣四拍 預備拍 2 3 呼吸 休息 休息 還是休息 蓋住 別忘記呼吸 1 2 3 呼吸 休息 蓋住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上課內容 那我們下一堂課見啦 掰掰